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百分之二十的建设根本没动工啊 网红也感叹他说 蔡政府执政之下的台湾 已经只剩下假民主了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前谈男士议员谢龙介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郑政前 大家好 前阵与港的改建地方要三千万 结果中央给了八十一亿 这个是引发了舆论哗然 面对质疑的声浪 当时担任葛魁的苏贞昌 跳出来了 他反向说 吃米不知米价 吃鱼还不准人家修建渔港吗 问题是 2022年 整个渔业署的渔业发展预算 总共叫做四十六点八三亿 结果呢 前阵与港就拿走了二十五点五亿元 而2023年的渔业发展预算 增加了一点点 变成总共有五十二点三亿 但当中也是有二十二点七九亿 都是给了前阵渔港 整个前阵渔港的这个预算 比一年整个渔业署的预算 还要来得更多呀 所以民众当然不是反对修建渔港 而且也很支持政府发展渔业 但问题是 难道以前呢 这个前阵渔港没有改建之前 台湾人都没有鱼吃吗 否则为什么得要花这么多钱 来修一个渔港呢 李文 不是不能修渔港 而是这个价格 真的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台湾真的这么有钱吗 感觉上好像是杜拜或卡达 这种国家才会开出来的价码 好 现在呢 就是高雄啊 这个前阵渔港要改建八十一亿 结果被大家 这个整个都炸锅了 舆论哗然 苏贞昌跳出来讲话咯 很久不见苏贞昌了吧 苏贞昌一出来 我们大家都来劲了 所以苏贞昌说 我们不像一些人啊 他一出来就是绝对没有好话的啦 酸言酸语就出来了 你们这吃鱼不知道鱼贾啦 要吃鱼还不可以让我们修渔港 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呢 真的是啊 这个好心没好报 好 那么呢 问题是呢 这八十亿亿的渔港的 这个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 好 深水码头的整建要25.24亿 水产品运销中心 既有渔市场的整建 也要27.46亿 下水道建设15.64亿 港区环境改善就要7.74亿 多功能船员服务中心4.95亿 好问题是这个港到底有多大呢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这不是修高雄港啊 这只是修钱镇渔港而已 那我们就来看看世界其他的例子好了 马上去帮大家找到世界最大的渔港 叫做维哥港 整个的附地呢 高达14000公顷 是钱镇渔港的几倍大 168倍大 168倍大的钱镇渔港 改造的经费也才大概100亿左右而已啊 那我们一下子 哇塞 狮子大开口就是81亿耶 这不叫土豪 什么才叫土豪呢 那我们到底是要盖出一个什么样 空间的吗 船舶的吗 那有些网友就说了 人家有码头改造 船屋下的人工余礁哦 还有港口脱碳的基础建设哦 非常先进 这才叫做钱瞻啊 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观察系统 海提休闲码头 天然气储存站都有耶 还有余货物流报关中心的自动化 换句话说 你不要看人家维哥港 人家维哥港100亿是包含了 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 而且所有先进的设备 以及配套 通通都有才100亿的台币啊 比钱镇渔港大168倍耶 预算才多了23%而已 那难道欧洲人都不做预算审查的吗 那为什么欧洲人盖得出来 我们台湾人盖不出来呢 人家100亿可以盖 比我们168倍大的渔港啊 那台湾为什么要81 我们这不叫凯子 什么才叫做凯子啊 钱花哪里去了 苏贞昌为什么大笔一挥就给 这么慷慨的81亿的预算啊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过去这些年来 国际商港 国际商港哦 不是渔港哦 重大建设的预算编列好了 台北港也才91亿啊 台中港也才76亿 堂堂一个台中港还比不上 前镇渔港81亿 基隆港也才56亿 这么多的大港 但问题是一个前镇渔港 居然会比台中港台北港还要花更多的钱啊 那这个大小眼还不够清楚吗 重点这个钱是花到哪里去 我说了 这些钱未来有可以看得见的收益吗 可以回收吗 做得到吗 到底是发包给了谁了呢 那我们就看到 苏贞昌发包的工程啊 哇塞那真的是 是有口碑的啊 他下令半年之前 半年之内 他的故乡就要完成平额公路 重数百里2.0 结果呢 你看看 这就是他的伟大的平额公路啊 那么呢 这个行政院还要求啊 要在2023年的春节之前 就必须完工 那么监察院就说了 公路总局没有依照执行的流程图 去规定仓促的公告招标 就是因为来自于苏贞昌 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 所以经费就从48.8亿元 暴增到77.92亿元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多花将近两倍的钱 看是不是能够完成苏贞昌的要求 结果就造成 每公里的造价是5625万耶 是全台最贵的景观公路 所以呢 苏贞昌一声令下 这样子的一条公路 就要花了我们原本预估的 快要两倍的价钱 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 投在这个公路上吗 要整修要改建 要有景观 我们都赞成 但是钱也必须花在刀口上 要合理啊 而不是大把大把钱花下去 你花钱不手软 因为只要打开国库就有钱吗 那么这些钱 可以用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福利弱势 我们的教育 样样都要钱啊 像民进党这种花钱法 金山银山 也两天就被他们挥霍完了 81亿元要改建前阵渔港 苏贞昌认为说 你们这些批评的人啊 叫做吃米不知道米价 可是网友就举出了 这个在西班牙的 这个叫做维哥港 是全世界最大的渔港 它的腹地范围是 签证渔港的168倍大呀 结果呢 改建预算只需要花100亿元 只比签证渔港多了23%而已 网友感叹啦 到底是我们的水泰深 还是是欧洲人都不做预算审查的吗 欧洲的物价比台湾还要贵耶 可是人家面积比我们是百倍大 建设项目又比我们还要多 凭什么我们的造价 是只比别人便宜19亿元而已呢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菲尔云 我们小的时候听到一个同哥 三轮车跑得快 上面做个老太太 要五毛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 要五毛给一块 这多一倍而已 现在要三千万 给了八十一 你知道多几倍吗 多两百七十倍 多两百七十倍 而且我刚才上网看 我们全台湾的渔港 你才有多少个 很多 两百九十九 就三百了 两百九十九 这很奇怪吧 对不对 为什么又单独对这个渔港 而且是高雄 在高雄市长是谁 陈希脉 大家让你清楚 主要是 我们任何的预算 都来自于明子明高 当我前阵渔港 提送出去的预算 拜托于月子 我要去做一点诊件 要三千万 大笔一挥 三千万 你恭起我 开玩笑 跟你八十一亿 我平常就讲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样子的渔港 它有能力去消化这八十一亿吗 有的单位 我们不是说它不该整件了 但是你想想看台湾两百九十九个渔港 为什么单独对这一个 网友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真的很好 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比货 人家西班牙比它大一百六十八倍 做一个整个 刚才立文讲说很前瞻的 包括类似这种永续发展这种方向来做 花了一百亿台币 我们这个比 比他小 只剩一百六十八分之一的一个 一个大小的渔港 花了八十亿 主要是 这心态很奇怪 明明只要三千万 你为什么要给他八十亿 难道当初做的计划是鬼混吗 只是要一个钱了 好玩吗 我们一年的预算也没有很多 前瞻计划 前瞻计划 有的现实 后来你看 我们来看 前瞻预算 我们比较新北好了 新北跟高雄 新北每一个人可以分到的 只有高雄的不到一半 新北要负担的 配合前瞻预算的经费 要一千四百多亿 高雄比它多很多 只要八百一十亿 你觉得这个 资源数字一公布 就是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比货 对不对 你跟西班牙比 你跟新北比 都是我是觉得 消化预算 浪费预算 莫此为甚 我们真的要去 好好的去看一看 到时候看到那个材料 到底有没有什么 烂语充数 有没有偷工减料等等 真的我是觉得 全台湾各个县市 大家都希望要有建设 对不对 为什么要独厚高雄 我们今天如果还要谈到 平都平 种树 种了一百公里 花了也是七十几亿 后来大家就觉得 树种错了 我是觉得 民进党真的不要把人民的钱 当成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随便乱花乱消耗 你不是你从你口袋拿出钱 我没有话讲 那是人民的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分 八十一亿盖一个前镇渔港 这个不是要五毛给一块 是要五毛给一百两百多倍 所以绿营就说 前镇渔港是台湾最大的远洋渔港 每年会创造三百亿的产值 所以政府应该要改建 而且你们大家都应该给政府肯定 而不是污蔑 前镇渔港 或许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就参加立法院的统计来看 截至去年 国际商港的重大建设预算 最高的高雄港有三百一十一亿 台北港有九十一亿 但是接下来都是国际商港 台中港七十六亿 比前镇渔港少了吧 我们龙界仙 他的故乡安平港七点五亿 不要人家是十分之一的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还不到 所以基隆港 基隆港也是个大港 要做军港的签建 有码头的重建 结果预算是五十六亿 所以这些国际大港 商港的产值 难道比我们前镇渔港来得低吗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些国际港的建设预算 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渔港 比渔港还要来得少 这怎么会 这样说得通吗 郑建委员 看到前镇渔港 这么巨额的经费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南辽渔港 好可怜 新竹也跟南辽渔港 非常非常的可怜 经费大概少到 大概都没有办法排到名次里头 那坦白说 去年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注意到 新竹棒球场这个案子 那我本来以为 新竹棒球场已经是 最扯的状态了 你知道吗 结果发现在民进党执政下面 没有最扯 只有更扯 前镇渔港就是更扯的一个状态 为大家看一下 就棒球场之前的时候 他本来申请了一个 大概一千万的 可信性评估跟规划设计 然后17年的时候提出 需要8亿 后来就追加到了 大概11亿9 大概本来是说12亿3 可是因为排水经费 那部分被砍掉了 所以是11亿9 从8亿提高到11亿9 12亿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已经觉得很离谱了对不对 所以去年的时候 因为新竹棒球场的时候 就是让民进党整个选举 外溢效益非常的严重 然后倒成一片 结果我们看到今年 审计部出来的一个 前镇渔港的时候 本来3000万到81亿 刚刚就是我们费友员 跟主持人都有提到说 这是几倍 270倍 就是要五毛给135块的意思 这真的是扯到不行 那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的时候 他们的钱到底是怎么用 真的是乱用 而且完全的分配 完全的不平均 完全的不平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前瞻三期的时候 的一个圆饼图 就整个是100来说的时候 台北市拿到3.4% 高雄市拿到多少 拿到26.1% 足足有台北市的7.5倍 那高雄市何德何能 我在想说 我们不是觉得高雄市不好 可是就是整个预算的分配 竟然可以离谱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况 他就把资源 全部都给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的时候 你都拿不到 你都拿不到 就像我们原本的新竹市 在之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我们的前市长 他也说 他拿到钱瞻金配 大概将近300亿 那现在的时候 我们换党执政了 现在是民众党执政 那我们要争取很多的经费的时候 包括民众念之在之的官普空桥 那包括我们在争取很多地方上的各种经费 包括台大医院 南亚的医院区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都不太给 我们要争取也很难争取得到 那这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情况 他们自己人就给的乱七八糟 非常非常的腐烂 然后觉得不是自己人的时候 就不当是自己的百姓来使用 不当自己的百姓来照顾 这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情况 对啊 怎么可以投给高宏案呢 惩罚你 不给你钱了 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呢 好 蔡政府砸了81亿 打造全台湾最贵的渔港引发争议 网友也挖出了过去苏珍昌 大撒币 这个不是在这个平额公路 搞万里重数2.0吗 当时这工程不只造成了交通严重的阻塞 而且还导致好几起的交通事故 那么为此还惹出了13件的国赔案件呢 不过绿营的立委张瑞雄就说了 他说 哎呀 痛苦过了 美丽就在眼前啊 可是啊 连在地人都不买单啊 在地人说 哎 整条路本来就有山有海绿油油的 为什么要花钱做没有实际注意的事情呢 而且监察院报告也痛批啊 整个计划的金额本来应该是48.8亿 结果暴增到了77.9亿元 平均每一公里啊 每一公里的造价是5625万元 所以蔡建伟现在不但弄出80亿的渔港 78亿的公路 这样真的合理吗 为什么最贵的渔港 最贵的公路 刚刚好都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呢 龙介兄 人家说不换寡恶换不均啊 万无万借啊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是很平均的 不会说蓝营的多 绿营的给少 包括治水经费 可是当民进党上来以后 不但亲疏有别 而且自己人还分内外围 好 记住了 你实际上到幸福了 光是1200多亿 你知道我们台南是哪多少 我一直跟黄伟泽讲 就是我还在任的时候 你也去跟人比划 还不及你不是亲生的孩子 外面乘来的 我们台南才不到高雄的四分之一 所以一样是绿营 怎么查一下 那你看看 要3000万 最后到八十几亿 人家要把你投一只狗 结果你给他一只穿 那只穿了 他也不知道 吃到八度了 里面有什么计划 那这些计划怎么执行 我也跟高雄的议员说 我说从花包去找 这些花包的过程 怎么执行 一定有目标的嘛 你钱怎么花嘛 你八十几亿 你是把台湾人的钱 当着刷在那边 黑白英吗 你看看平俄公路 现在叫平俄公路对不对 当时这两三年来 其实民怨是从那边来 因为太多中北部的人 到墾丁要经过 然后开始塞塞塞 那你要去查 这些树的树径是多少宽 从哪里来 怎么绑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那树不是你卖不进去的 那炸狼就都永好 七八十亿 那一条叫平俄公路 我当时还他们在讲 就是屏东这个坑丁 跟他们在乡亲 告诉他们 你不知道这条路要改了 我们要改了 他说这条要改成文昌公路 就蔡英文跟苏贞昌的故乡 这条叫文昌公路 你知道我们六都里面 除了台北市以外 我们多少比较类似都会型的 都想要把电线杆地下化 找不到钱 你要去要个五千万三千万很难 你一个社区里面想要把电线杆地下化 台电就是说没钱 要排队 慢慢地轮 这一次给就几十亿 全部地下化 然后你中了数 你种的手是去倒标的 插看看 这个都是民怨的开始 但是为什么 你说2022选举 这些民怨会出来 现在2024 难道民怨消了吗 问题你只要追查 就会有问题 像我们台南光电也知道 我们追查 而且你要敢追查 敢提告 那被做掉的那些厂商 他就会给你资料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希望建设 没有什么重北侵南 怎么会变成重北侵南呢 那你如果是重北侵南的话 那你对台南 你有重吗 你有补助吗 有像高雄一样吗 299个渔港 你高雄拿掉了将近六成的钱 其他的渔港苦哈哈 真的要报的 你没报的 我跟你说 所有这些市民 你如果没站出来 用你的酸皮给它制裁了 对了 我跟你讲 他永远不会 你那个渔港永远就是泼泼烂烂 你要等着看前阵渔港 看看 然后你每天 298个 剩下298个渔港 都要组团 到全镇渔港去参观 然后拿着牌子 照相泼上网 我跟你说 黎明 马上你的渔港 就会得到补助款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神迹不揭露的 蔡政府烂编特别预算 不只引发民众关注了 天价渔港之外 也让人质疑起 在前瞻预算的执行率 国发会就说了 前瞻轨道执行率 可是高达96.95% 但这个说法 遭到柯文哲打脸反呛 他说 50个前瞻轨道建设 其实只完成6项 却有20%的建设没动工 甚至是还有10个项目室 连预算还没有开始动用呢 蔡政府执政7年 编了特别预算超过2兆 到底钱花在哪里 说不清楚 兰英就质疑了 超过2兆的特别预算 只要有10% 10%如果执行不当的话 就高达2100亿元 若是有人上下其手的话 可以让多少人付到流油 付到流油 真的是 这么多的钱 然后到底是柯文哲说谎 还是蔡英文政府乱讲话 总是其中会有一个人说谎 不然的话这么多钱 那么一个说执行率 已经超过100% 一个说执行率这么低 根本不合格 那到底谁说的事实呢 我来告诉大家 因为这就是 他是怎么个算法的 好 国发会跳出来 帮蔡英文讲话了 他说到2022年为止 前瞻轨道建设的执行率 已经达了96.95%了 就是已经几乎执行完成了嘛 所以他说柯文哲 柯文哲用地方观点来批评中央是不恰当 不好的示范 柯文哲 根本还没有动工 而有20%的轨道建设 没动工比完工的还要多 好 所以游淑慧就说了 蔡政府特别喜欢编 特别预算 8800亿前瞻预算 8400亿防疫预算 还有4800亿国防 特别预算 就是说还有正常的国防预算 是特别预算是增加多出来的 他说这些特别预算 只要有10%就好了 10%不当使用 就有2100多亿 你想想看 多少人真的是会富到流油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10%拿去变成回扣 你看看 2000亿 多少人真的是赚到翻过去 而且10%是客气的 好 那么所以这中间 这么多的钱到底是花到哪里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 让所有人真的是气炸的 就是陈吉仲升官 陈吉仲他说 身为第一任的农业部长 他要特别感谢的不是跟他一起奋斗的农业部的同仁 更不是这些农民 而是什么 当然是上面啊 民进党执政啊 当然要感谢的是什么 当然是蔡总统啊 台他的老板只有一个人 就是蔡总统 因为蔡总统让乡下孩子有机会担任部长 那也够恶心了吧 事实上乡下孩子担任部长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从来不是新鲜事 太多了 尤其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多少乡下孩子在担任部长啊 他绝对不是第一个 那么呢 可是呢 他却呢 把所有的功劳 通通给了蔡英文 而且在这边就给蔡英文下跪磕头了 你看看 难怪蔡英文这么疼他嘛 好 即便他是所有满意度最低 不满意度最高的阁源 还是一样 有了来自于上级 来自于成风关爱的眼神啊 昨天农业部是正式的挂牌 首任部长陈其中 一边淋雨一边致辞 他不只感谢老天爷 感谢民进党 更特别感谢的是蔡英文总统 让他这个乡下孩子 有机会可以当部长啊 好 先不说农业部长的位置 是国家的名气 怎么不是感谢老百姓 给民进党执政的机会 反而是感谢蔡英文呢 难道是把国家名气当成 可以私乡授授了吗 那怎么不感谢农民朋友们的支持呢 难道农民朋友都不支持他吗 好 农委会升格之后啊 一年的预算高达1500亿元 编制内的员工 可是高达5300人呢 可以说啊 不只是长大 而且还长胖了 可是我们的农场外销数字 内差创下了史上新高 升格成了农业部 除了成绩仲会笑到哭之外 这农民朋友 还有我们的老百姓 笑得出来吗 菲伟员 当然笑不出来 应该是以泪洗面 现在台湾啊 国家就是蔡家 蔡家就可以控制所有一切 你不要任何的部长官员呢 不要讨好这个 把事情做好 让老百姓高兴 你只要让一个人高兴就可以 就让蔡英文高兴 谁变成小英男孩 谁就可以升官 你干得再烂都没有关系 这就台湾现在写照 刚才立文谈到他的民调 82%不满意 5%满意 那换句话说 路上啊 有80%以上的人就不喜欢你 真的喜欢你 就20% 5% 20分之一 这是不是开玩笑吗 蔡英文 你敢用一个 这样子民调那么低落的人 不被人民所接受的人 做第一任的农业部长 而且这个人出来 并没有说 我要替人民好好的服务 我要替人民创造 创造他的他的绩效 我要替人民农民解决问题 他没讲这种话 感谢总统 让一个农村的小孩 还可以当部长 农村小孩很多 城市也像我们那个时代 城市小孩也生活很辛苦的 那为什么只有陈吉仲 如果陈吉仲 你做事做得很好 绩效很棒 没有话讲 刚才两个数字 每一个民调 一个 我们的逆差 农业农产品逆差 151亿 将近5000亿台币 你的绩效到底在哪里 我们回想 他当部长这五六年的时机 当主委这五六年的时机 香蕉四肖军人吃 凤梨四肖军人吃 四肖四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反正就是用补贴的 最荒唐的是石斑鱼 各位回想一下 石斑鱼吃想怎么办 那些渔民那些就叫 斑斑有石斑 吃了一次 吃了一次 是不是 你看 只会想到补贴 一个只会补贴 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的人 他可以当第一任的农业部长 然后呢 跟大陆说 这个事有贸易纠纷 说要告到WTO 绝大部分的案子 各位去查查看 连宋都没有送进WTO去 去做这个贸易的仲裁裁判 没有 连宋都 好多案子 连宋都没有送进去 这样子一个说谎吹牛 在那边大言不惭的人 只知道谢谢蔡英文 蔡英文 农民真的问题 你们解决了吗 一年预算1500亿 这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钱在预算里面 给这个农委会的也很多 钱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再讲了 民旨民告都是来自于人民的 七杀背上怎么写 耳奉耳路间民旨民旨民告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 后面是有七个杀 赖清德说 这个民众如果说 有对蔡政府的执政感到不满 那都是因为网军的认知作战 但是这个跟老百姓感受不大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老百姓感觉是说 好像是批评政府的人 会被网军出征吧 网红丁特先前炮轰 蔡政府执政的缺失结果 他就被出征了 丁特现在更直接点名说 还有两家绿媒跟着网军 一起来造谣抹黑他 他是用肉身在开箱台湾的假民主 我不相信赖清德只有250万 你怎么会相信他财产只有250万 然后一堆側翼网军就跟上 公共什么堕啦 然后那个自由三立 这两个垃圾媒体 跟着一条龙跟上 跟好快 我真的 我觉得我这两天在 你开始都感觉到了 我在肉身开箱台湾的假民主 共产式的民主 真的 就是我没办法暗杀你 我没办法用那个什么 警力啊 警力啊 我就用网军打到你讲不出话 这不是侧一条龙 这到底是什么 如果走到这一步 那真的我们离共产党不远了 不远了 那你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那就是垃圾 我必须说那就是一坨石 刚开始丁特被网军出身的时候 他还发文对网军喊话说 哎呀是自家人啊 物商有君啊 结果网军还是继续出征不说 丁特更是直接点名说 有两家绿媒还跟着网军 一起来造谣抹黑他 他只能够用肉身来开箱 台湾的假民主 过去啊 蔡英文总统说 政府听不到老百姓可以拍桌子 结果呢 还没拍桌 已经被网军绿媒围剿掉了吗 所以难道这就是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吗 杏德雄 杏德雄你说这是认知作战 2019年3月18你跳出来参加总统出选的时候被蔡英文打到第四十天 你说拜托总统不要用网军对付我 请总统不要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 你不记得了吗 当时蔡英文对你这样做是确实过分的一点 他讲说你是忘恩负义嘛 背棍嘛 但是杀完了以后 他还是抓你来当深功怨妇 你也是去 那现在总算吐一口气 你也当算 但不要倒婴为果 今天陈吉仲公仪 你继续做 我是 我是很高兴 对台湾人民 就是说你政党轮替有望 为什么 当凤梨联雾施加 还有这个甘菊 我跟他讲马上这阵风过了以后 我们就要迎接中秋 迎接中秋就是文旦跟柑橘类要出来 那现在都 你不愿意沟通 农民愿意组团去讲 请到兄弟说什么 你不能去 去农民买去 农民买去 还带人赏钱 赖清德讲的 你可以跟习近平吃饭 农民不能为了他的饭碗 去跟通路商沟通 而且我们被验出来的 所谓粉戒壳宠孤行了 对了 你知道农委会多天真 我补助你六千块 去买什么 买那个compressor 就是 compressor 就是压缩机 就是你把粉戒壳宠吹掉 再装香 那一个货柜大概就 他只验你六香 开柜的时候验六香 验不过 怎么办 然后你用意识形态去对抗 你为什么要补助这个压缩机 就因为有虫 有虫你才要补助 那你不针对虫解农 农民说好 那我们多一点成本 包括出口商 包括合作社 我们多一点成本 用包装的方式 用水洗或怎么样 我们把粉戒壳宠 想办法 能够通过检验 可是 你政府要谈判 你不愿意谈 那农民就说不然我们类似台东这样 台东的私家为什么 去沟通嘛 沟通谈了 就可以出口嘛 那农民愿意 你竟然说 不然喔 你去会去欧买 不要被卖了 还帮人家算钱 那你 那星德你不是说 你最想要跟他吃饭的就是习近平吗 你可以跟习近平吃饭 农民不能为了他的生计 去跟大陆沟通 而且他是要改善喔 而且我也呼吁说 我就让你 你不要让我快速通关 我可以让你足批检验 通过几批以后就觉得 我们确实已经符合到 能够保护你消费者的水平 这样不是大家 又富盟其力 为什么会有贸易逆差 你知道吗 现在翁来 现在是比较过了 年底十二月开始 今年一斤翁来 第三个是存十块而已 十块而已 你知道吗 外销的时候 他可以买多少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靠没力量 要靠没力量 那今年如果再不打通 他一转座 为什么他们私家要这么急 因为如果再不卖 我不采收 我采收也不够工钱 我就要把它砍除 转座 那你一砍 几年就回不来了 农民这几年的心血都 年屋也是一样 柑橘类 那你整个通路都不通 你所有成绩中 你都不用负责 再来你的鱼垫共生 你有真正照顾到台湾这块土地吗 都没有 鱼死垫生 我出了一支影片 你当时就轻轻 说这个不是 这是不适合耕作的 不适合养殖的土地 你到南台湾来看看 尤其是台南市 经过官商勾结 被性招待的一个局长 本来一个月只核准两个案件的 过去常态 他手上一个月可以核准二三十个案件 二三十场 造成今天鱼死垫生 哇哦 二三十等于是十倍的速度在批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猫腻不用查清楚吗 好啦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啦 这网军到底是在攻击谁呢 网红就质疑赖清德的存款 结果呢 他先是被网军测译出征 然后呢 他说绿媒也马上跟进来 加入了这个鞭打他的报道 黑网红说的都是假消息嘛 所以整个流程 他说就是一条龙式的造谣 好 先不说赖清德不只是公众人物 而且还要代表民党来选总统呢 他本来就可以接受公平 为何民众只能提出质疑 他的这个存款也不行吗 就要被网军或者是绿媒来追杀 难道就像这个丁特说的 政府没有办法用国家机器 来胁迫你风口 那就用网军 用媒体打到民众 讲不出话来吗 郑先委员 OK 我现在听起来感觉丁特是被媒体 绿媒跟网红 打得说不太出话来 因为我觉得这新闻 我觉得很特别 我就去查了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结果会发现 丁特他讲这东西 就来自于自由时报的一个新闻报道 他就说赖清德存款250万 人背千万房贷 那这看起来是不是感觉赖清德 非常的清廉 非常的简朴 就是存款不多 然后房贷很重 他跟我们一般老百姓一样 都有很沉重的负担 那就丁特他就在 他打游戏 因为丁特不是一般的政治网红 他其实是个游戏网红 他擅长的地方就是打游戏 所以就网红出来就讲说 他连那么监察院的报告都不会查 就是说他的数值很差 如何如何如何等等 就在攻击丁特 那我就去查 丁特是让他这个游戏网红 所以他是在网路上面 在打游戏 他被问到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 你会相信他的户头财产只有250万吗 然后就开始被攻击了 然后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实话 我觉得丁特是让他就是一个老百姓 他可能不一定那么懂政治 不一定会去查监察院的相关的报告 所以他就看到自由时报的这个新闻之后 他就想说赖星人怎么可能只有250万的存款或财产 所以他就这样回应了这状态 然后就被非常严重的攻击 那攻击到的时候 包括什么四叉帽 什么谁他严厉攻击他 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在两年前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就有人在PTT上面 就开始在放话 就请大家就是删除 或者是就是封锁 疾管家这个账号 然后就有民进党的委员就跳出来 就是龙界仙他们台南的一个民进党委员就跳出来 就说这就是大陆对岸的认知作战 就要求大家如何 就是表示大陆认知作战 结果后来大家查出来之后发现 去发布这样的讯息的人是谁 是民进党的媒体社群中心的副主任的老公林伟峰 这事情当时闹得非常的大 然后大家在想说民进党真的就是一条龙在抹黑 一条龙在放消息 然后假装自己就是在捍卫台湾健康民主自由的人 结果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在散播谣言的人 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感觉也有点像 自由时报发了这样一个讯息之后 本来是要帮赖清德擦脂抹粉 就说他非常的清廉如何如何 财产不多然后负债很多 就有人质疑了之后马上就被攻击 这感觉跟两年前林伟峰那事情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像非常的类似 然后我们也看到赖清德身为一个 民进党推出来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对于民众的质疑竟然放任绿媒跟网红 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态度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 表示赖清德的民主素养 其实也不是很高 说实话就是你是候选人出来的时候 你被质疑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场很多都是候选人 大家被质疑都是公众人 我被质疑 大家也都摸着鼻子就被质疑了 可是赖清德的时候 竟然就放任绿媒跟他们的网红 去攻击质疑他的人 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表示现在民进党 他们对于民主言论自由的容忍度是极低的 任何只要有关于质疑他的状态的人都不行 说实话丁特他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是赖清德 我如果赖清德 我很容易就回应了 就说其实我不是财产只有250万 我是户头只有250万的现金 我财产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应方式 结果他也不回应 就让丁特就直接的被他们的网红跟绿媒攻击 那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民进党非常阿拔的地方 对于民众的言论自由完全不重视 只要有人不合他的意 他就开始攻击 那我觉得这是现在台湾民主的一个危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侯友宜访日 他接受日媒专访时主张 两岸关系应该回到麻政府主张的 不同不独不武的安定状态 而日媒也报导 日本举行台湾有势的兵棋推演 提到大陆对日气是重要的生产基地 对日本来说台湾有势 这个是绝对要避免发生的 但赖清德却说 大陆几十年来都想拿下台湾 又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才造成的 甚至他还说 如果民进党选数下台 那谁要来扛台湾的重担呢 那赖清德要不要先回答一下 海峡中线已经存在超过一甲子了 怎么会是在蔡政府的手上被消失了呢 难道民进党都没有责任吗 赖清德说 他觉得绿营下台 就没有人可以抬起台湾的重任了 那他是觉得台湾没有治国人才吗 还是是只有民进党籍的人 才能够当总统吗 如果他真的这样觉得 那怎么不干脆修宪一下 这样子以后规定说 要参选总统人 必须要有民进党的党籍 不就好了吗 龙介雄 我想 中国大陆想要拿下台湾的七十几年 一九四九年以后 就是这么做 国民党不是扛了七十几年吗 对不对 包括在国际上被打压 包括外交处境 我们都能体认了 所以当你赖清德 你是用中华民国 副元首 你过进美国也好 你到外面去拼外交也好 你去往外交就是 我们外交 我们也一样捍卫你 可是你的态度一路的变 你今天要如何保护台湾 你说你主张台湾独立 后来又说你是要不抗中 然后你又和平保台 最后又是要抗中保台 然后你又讲你又是务实 变过来又变成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再来又讲说 好 你现在又要和平保台 那最后你想要 台湾如果是你当选 你要用台湾总统的身份走入白宫 你光是立场就变了八十 两岸为什么会兵凶战危 我们今天看到 你看看乌克兰 看变什么看能有胸 那可以透过和谈 可以透过谈判稳定 普瑞泽讲了一个很现实的话 他说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很辛苦 比起全世界 他要下三盘棋 一盘就是台湾内部的 一盘是中国大陆 另外一盘就是美日 所以你看为什么侯友宜到日本 坦白讲 在日本这个外交的场合 耐清德是第一名 他得到的最多 为什么 因为安倍右派的这些支持安倍 这当时 含乃清德 拨揽 所以在那个场合 可是侯友宜能够去不扣分 而且还让他们觉得 他表现不错 那最 当然这对科比就比较不公平 因为他去当日本人也不放心 所以一样 那这个到外交 大家去拼外交 我们都给予鼓励 今天如果耐清德你到日本去 我们也不跟你算 我们一样 你是帮中华民国去捍卫 所以两岸本来就有这些争斗 但是到了兵凶战危 会擦江走火的时候 你就是最严重那个因子 所以为什么要你当总统 大家都没要你做总统 你还不知道 百分之六十的人觉得 我孩子是怎么去做一担兵 我本来四个月规划 要出国留学了 是怎么他要去做一担兵 那当兵还好 当兵当然保家卫国 有事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可是是你挑起事端 你一变再变 所有国际上在看你 包括美国为什么 之前的以美论 现在为什么会依赖论 人家为什么要怀疑 想再听笑你民进党 所以美国就看你多少钱 就说我这给你找的危险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再去想想看 人家为什么说 当台湾的总统 你是要下三盘旗 台湾内部 两岸的中国大陆 还有美日这些国际形势 所以清德兄 我知道你也是很 好像有一点点觉得 他在站前面看不见 没有 他内部的问题很大 你看他好不容易丢出一个福利政策 私立学校我要补助每个人多少 两万五 水啊 得到掌声 好好好 有人当然有人觉得说他傻逼 以前我觉得不一样的 照顾年轻人应该的 可是八天以后 我们的陈建仁院长 给你动这个盘 你状况外 每一个我们补助三万五 这标准就在打脸他呢 你看他后来 老师就是感觉 你这个应该给你党的候选人去做嘛 做他的信用 对 让他去做这个功德嘛 整个被陈建仁收回来 今天啊 我知道你走得很辛苦啦 不过后面还有五个月 会更辛苦喔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喔 赖清德的爱将潘孟安 爆出在高师大的论文 抄袭程度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结果高师大认定潘孟安 违反学伦瑕疵 可是没有达到撤销学位的程度 因此限他两个月之内 要完成更正 哇他的论文 这个算一算比例 抄得比正文算还要多 但是呢只要现实纠正 就不需要取消学位 这算不算是特别待遇呢 隋副总就说了 潘孟安是赖清德的操盘手 那么不是论文改一改就没事吧 如果他要接受特别宽容的待遇 是不是应该辞掉 进办总干事再说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你当教授这么久 有看过这么好的事吗 修正一下就不用撤销学位 我这几年我被民进党 这个的所作所为 真的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教下一代 或者该怎么跟我们的国人去讲 这个台湾的学术 是有多么的 多么的道德衰败 现在你看 爆出了多少的 多少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抄袭 去年选这个九合一的时候 也就是因为民进党 这个死不认错 最后最后民进党付出了 惨动的代价 但是从这里面 民进党好像并没有学到 学到一点说 学术的就像皇后的 这个真操一样 不可以被他这样随便指指点点的 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 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赖清德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自己讲了 对贪污零容忍 对学伦是零容忍 你对你的大将 潘孟安是你的竞选总干事 如果你选上了总统 这个人可能会身居要职 至少是行政副院长 以上的这样的职务 你的道德标准就那么高吗 可不可以 我请教一下赖清德 我请教一下盘孟安 你们的道德标准就那么高吗 你如果拿到了 拿到了这个总统的位置 那我老百姓 我要跟大家报告 你要小心 他对自己人是无所谓的 你老百姓犯说我就杀 可是自己人的时候 嘴巴上说对人 老百姓零容忍 可是对自己人 就可以用另外一道标准 我们来看郑文燦 郑文燦的 他的抄袭还是30% 台大就取消他的血位 可是我们教育部也很丢脸 台大把这个调查报告送到教育部 教育部把了封存 像话吗 我们再看高师大 我真的觉得我替高师大去摇头 所有瑕疵 如果赖勋德 30%是抄袭的 潘孟燈是54%是抄袭的 你们高师大的标准还真低哦 你们高师大 尤其是潘孟燈的指导教授 冷腺 冷腺 优优独立